什么是快乐星球 当土库小孩在你的脑子里循环律动 这种塑料感太空一的迁徙美学也重返潮流 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名字 Y2K设计 说话这份Y2K设计Moonboard 现在就带你压起来 嘿,这里是DingLab宇宙电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Y2K设计 当你在互联网前线冲浪 有人注写了凝固时间的任意门 假装永远生活在2000年的黄金时代 豆瓣小组 54万粉丝的微博签计BO Y2K档案馆 这是一座考古记忆的数字博物馆 在四级时代怀念二级的快乐 欢迎回到签计年 Y2K Year 2 Kilo 2000年 Y2K最初指的是世纪之交的千年重问题 当标识时间的99变成00 出生在1946年的计算机 可能无法识别这是2000还是1900 从而导致世界大混乱 虽然最终混乱没有发生 但Y2K一词被沿用下来 用来指代千禧年的潮流风格 如今我们重新采集千禧年的未来幻想 创造Y2K设计 Blackpink的专辑封面 水源锡子和Coach合作的海报 Ins上的千禧辣妹贴纸 BVC果冻包的流行 Y2K设计是兼顾复古感和未来感 糖果色渐变 科技银 甜美粉 梦幻子 水冰蓝 荧光绿 高宝合度的糖果色 冲击着传统的审美认知 极端的冷暖对比 是对新兴人类躁动不安的灵魂写照 在复古的梦幻中 流露出甜美的科技感 要有光 和如今象征科技感的极简不同 Y2K强调光泽感 夸张塑料 汗透明果冻状PVC 不层面料张扬放肆 粗犷拙烈的高光 像一些天马晴空的科技幻想都折射进来 金属镭射闪耀着绚丽的色彩 冲破现实 照相未来 反时髦元素 台式电脑 Windows界面 翻盖手机 电子手表 10后不懂得快乐 Y2K都要 低保证像素化效果的疏离感 勾勒着童年回忆 运动感字体 视觉设计中选用的字体 没有严格的风格限制 唯一的条件是要大胆的凹造型 弯曲 斜体 变形的平面立体效果 迷离着 浮动着 带来兴奋和刺激感 让人立刻想去舞池扭动身体 现在 你重新感受Y2K时 它不仅是时尚轮回 土库崛起这么简单 怀旧复古 也是新兴未来 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 让我暖洋洋 不同于high-tech low-life 湿漉漉的 阴暗的立体城市赛博朋克 Y2K是对科技的乐观和期待 是美好的乌托邦之梦 又有谁知道 我们是back to the 2000s 还是back to the future呢 好了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对艺术设计 又多了一些理解 记得关注 DeanLab宇宙电台 点赞 收藏 下一个视频与你继续分享 拜拜